大家好,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德德CMS返帐的一个实战教程 这个课程的话就由我来主讲,这边是我一个个人的简介 那我们进入正题 这个课程的话我总共是安排了六章 第一章的话初始总共是有三个小节 第二章是文件结构,第三章是我们的书记库 第四章是一个德德CMS操作的部分 第五章的话就是认识我们德德CMS的这一个模板引擎 第二章的话就是我们通过十章来做一个二次开发的一个例子 二次开发其实说实话会比我们制作模板会更麻烦 如果说你这一个十章二次开发都会做我们的模板 你只要学了第五章就可以了 那这总共六章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个课程的一个课程大纲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一个第一章的第一小节 这个德德CMS的介绍我们的运行环境 那运行环境的话用的是我们这一个WAMP 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之前讲一个课程叫做 错了,sorry,麦子 那我们运行环境的话就是用我们这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有没有讲到哈 这个课程的话也是我讲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好,这边是麦子 我们的运行环境之后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debug的问题 debug的问题的话,我们找到一篇文章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你们去这个网站的这个地方,WAMP如何关闭我们的Xdebug 这个的话就是很多同学在学习二次开发或者是怎样子的 反正就是安装我们WAMP环境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一个有一个比较丑的这一个 就是一个调试的这样子的一个样式 其实如果说习惯的话,那一个其实蛮好用的 当然呢,有很多同学不喜欢我已经遇到无数多次的 那么大家就去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会跟大家说 我们只要根据它的步骤去把我们的这个Xdebug呢,给关掉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WAMP的一个运行环境 好,然后,那我们就直接说一下德德CMS的一个介绍 那德德CMS的话也叫植梦,植梦就是编织梦想的一个内容管理系统 好,编织梦想的一个内容管理系统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德德CMS的一个特性 也就是我们一个德德CMS的介绍 好,良好的一个用户口碑 这一个丰富的开音经验 因为我们这个德德CMS也是不加密的 所以说你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些二次开发 好,自定义的一个模型 这个是我们德德CMS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功能 当然其他像PHP、CMS也是有 好,当绝大部分,很多我们这个做SEO出生的人呢 都是用我们德德CMS 因为我们德德CMS呢,出现的比较早 出现的比较早 那德德CMS下载的话就是在这边 这边的话会有一个产品概述 大家去大概看一下 大概看一下,我就不细讲了 因为它这个字有点多 那硬性环境我们来看一下 硬性环境的话 Windows下面会IIS PHP、PHP4和5都可以 Linux平台的话 就是Apache、PHP5或者是345 MySQL这个都可以 建议大家呢是Apache2.2 然后PHP也是5.2 MySQL是我们的5.0 好,然后系统的BG开启 我们远程打开文件的一个行数 GDQ还有我们MySQL扩张 系统环数PHPInfo给我们DIR 就是获取文件管理的一个东西 PHP环境容易碰到不兼容的一个问题 然后比如说这个Data目录 没有写入权限 导致我们的Session无法使用 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遇到了再来做一个处理 遇到了再来做一个处理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 德德西姆斯的简单介绍 跟我们的这一个 运行环境的一个介绍 运行环境的一个介绍 那运行环境的话 我也会到时候共享给大家 安装包 那当然呢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 这一篇 这个运行环境 Easyshop 因为他们是一样的 跟这个一样的去看就可以了 里面会介绍一下我们使用的是 我们的WMP 安装的话就跟安装QQ一样 看一下 那么我们大概的话就是这么一些概念 这边会有一些热门下载 就是我们织梦的一个模板 还有一些织梦的一些插件 织梦的一些插件 那这边的话 会有一些知识库 那我们这一个德德CMS网站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那我们呢 那这一节课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下载我们这一个德德CMS 好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演示障点 我们在演示障点这边也要先看一下 我们一些德德CMS的一些基本功能之类的 大概的去熟悉我们一下德德CMS 那现在的版本是5.7SPE 然后5.6正式版 对吧 这个5.7也是正式版 我们就下载最新的就好了 你看这一个5.6的话是13年的 这个5.7是15年的 肯定是下载比较新版本的 对吧 那看这个呢 就是我们德德CMS的一个默认的一个模板 还有一些默认的功能 就是有这么多 德德CMS作为一个 这种内容管理系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有一些口碑不是很好 是因为我们德德CMS建立的比较早 它的代码的一些可观赏度不是很好看 还有一些就是大大小小的漏洞吧 因为它使用的人多 而且代码不是非常的完美的话 所以说会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漏洞 当然这些都是没关系的 因为我们大多数很多这个德德CMS的网站 还是很健康的运行者 那我们学这个的目的 也就是说自己可以做一个类似这种的网站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文章内容 这种的网站 也可以做一个下载的这种网站 当然也可以做一些小说 那小说的话 建议大家就了解一下版权信息 不要被抓进去关了 题外话 那这个后台的话也是这样子 帐号密码是adme 大家自己去看 这边会跟大家提供帐号密码adme 那我之前有登录过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的是我们一个5.7的后台界面 总共的话会有这么六个主选项 还有里面的话会有无数个 这样子小小大的小小的一些功能 这边的话也会一些功能地图 大家可以去这边参考者看一看了解了解 我们先不安装 先不安装 先到我们这一个演示档点来 到演示档点去体验一下 当然他这一边可能上传之类的 比如添加文章应该是不可以的 我们添加个文章试试 这种应该是不可以 我来试一下 他的演示档 所以说速度可能会比较慢 他这个服务器应该不是非常好的 当然我们得到CMS的效率 大家是不用担心 因为他是生成静态文件的 生成静态文件呢 所以说你那一个 请检查原因 他肯定是不让上传的 因为这是测试的 如果能上传的话 很多手长档对吧 选一个随便选一个啊 保存无法获得组件 好说明我们这个是无法插入的 好无所谓的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啊 他这边的话也会有一些主选项 会有一些注销功能 在线论坛帮助之类的啊 隐藏菜单还有一些风格可以筛选 啊我比较喜欢这个颜色啊 好那么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得的CMS的一个演示 大家可以先安装之前 好我们第二节课的任务是安装我们得的CMS 那么第一节课的话先去熟悉一下 我们得的会有一些什么功能啊 会有哪些功能 那就是在这边 他因为全部罗列出来的啊 他是开源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对他的代码也进行一些二次开发的一些修改 那么我们来下载一下我们这个得的CMS 那得的CMS的话我们下载这个5.7 SPE下载版本的话我下载的是UTF8版本 当然下载GPK版本也是可以的啊 不过我建议大家还是下载UTF8版本 因为UTF8版本呢还是叫做国际化编码 还是比较兼容性比较好 因为GPK的话可能兼容性有些时候会出现乱嘛 处理起来对新手来说会比较头痛 所以说我还是不管什么CMS 我都建议大家下载我们的UTF8版本 因为这种解析速度其实是已经微乎其微了哈 之前很多年之前的话可能选择我们GPK的话 他默认就是调用我们系统的这一个 GP2312的一个字体好选择会比较快 但是现在对现在来说的话 不管是我们电脑的性能还是网络的一些带宽 都是已经提升了非常多了哈 所以说比较没关系 那GPK也是看自己需要吧啊 我个人建议大家做实验的话下载我们UTF8版本 不管我们转移转移我们的这一个服务器 还是转移我们的数据库都比较方便哈 比较方便 嗯 呃完整版下载 航带所有模块啊 航带所有模块 那么我们就不要航带所有模块了哈 我们先把它的正式版用熟了哈 用熟了 然后你要模块的话再去增加就可以了啊 好这边会有一个帮助手册哈 会有个帮助手册哈 会有个帮助手册哈 还有一个详细功能说明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帮助中心啊 得的CMSV5.3 这个都是很旧了吧 应该是挺旧的啊 不然我们进去看一下 53他有53有没有57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5.7版本哈 没有 没有那5.6也没有啊也没有 啊没有没关系 我们后面遇到要帮助的时候再来进来看啊 这边会有一个帮助中心对吧 好那帮助中心我们先收藏一下啊 先收藏一下 然后就在这边哈 其实我们这一个得的CMS的这种官方帮助文档 可以学到非常多东西啊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这边去尝试的自己多啊 多看看啊多看一看 好那么我们这一个 嗯 嗯 没了啊 第一张介绍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得的的一个 CMS啊也没什么东西好介绍的了 那么看一下 那这一个节目的任务大家就是把我们的这一个UTIF8版本的这个程序下载到我们的本地哈 下载到我们的本地我把它呢放到得得CMS的 成组里面啊 或者叫资料吧 好 好那这节课大家就把这个给搞定一下啊 下载下来下节课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得的CMS的一个安装好 那稍等一下啊 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就讲到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得的CMS的一个呃演示站点还有我们得的CMS的一些呃简介哈 好不清楚的话大家可以打开得的CMS然后在这边再继续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得的CMS啊 好那我们得的CMS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直梦哈 以后大家问你得的CMS或者问你直梦式系统的话其实就是得的CMS啊 好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啊 عم注意一下 好好 ran 好啊 again 好啊